那么说句实在话 我们要指出 近期台湾疫情的大规模的反弹 近期台湾民众对于 难以获得疫苗的那种愤恨情绪的不断的升高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必须说是蔡英文当局 包括她的整个执政党的政治信用破产的一个象征 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梳理 从去年到现在 蔡英文当局在疫情方面所做的种种的举措 所进行的各方面的表态 我们就会发现蔡英文当局撒了太多的谎 做了过多的谣言的传播 才会使得今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 甚至包括绿营的内部 对于蔡英文当局及其相应官员所说的话 信任度越来越低 比如说去年到今年年初 蔡英文当局反复强调 他们所取得的放异一成绩 完全建立在一个所谓的科学防疫的原则之上 但是这样的一种表态 完全罔顾了台湾没有进行普筛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事实这样的一种不普筛的行为 最终会导致台湾的防疫的漏洞越来越大 再次当去年蔡英文当局就反复强调 台湾的疫苗是值得信任的 并且在今天当蔡英文当局坚持要购买台湾资产疫苗的时候 还欺骗大众 认为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疫苗都没有经过三期试验 这样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态 也迅速被外界打脸 仅从这两件事情就可以看出 今天的蔡英文当局为了维持她的政治防疫 已经到了睁眼说瞎话的地步 试问这样的一个执政者 试问这样的一个执政党 怎么不会遭受别人的批评 并且如果从近一段时间台湾防疫指挥官 陈时中的种种表态 我们就会发现 他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就不一样 后天讲的跟昨天讲的又不一样 这样的一种反复无常不断调整的这种表态 自然而然会引起外界的强烈的批评和质疑 也自然而然会使得自己的政治信用濒临破产 因此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蔡英文当局而言 她确确实实处在一个空前的执政危机当中 党内汹汹的民意已经迫使蔡英文当局 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那么我们也再次呼吁党内的执政者 应该从民众的民生福祉和生命健康安全来考虑 尽快抛弃政治防疫原则 尽快的推动两岸疫情的合作 特别是疫苗的合作 我觉得只有这样 台湾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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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